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你进到一间 神秘的107号房 在这个房间里头 发生了一起惊人的 无头失秘案 在台北市新门町的一间旅社 这天有一男一女到柜台check in 这不稀奇吧 但是怪了 时间到了他们应该要退房了吧 其中住在二楼的107号房的一位房客 人怎么不见蹤影了呢 柜台人员越想真的越不对劲 打电话到房间去没有人接 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多 他们决定要直接上门看看 结果一打开门真的吓死人 床沽满是血迹 还有一具遗体 再仔细看没有头颅 当时在这107号房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我们带你一起去找真相 民国74年11月6号 台北市西门町人来人往的 很是热闹 中午过后 一对中年男女互动亲密 有说有笑的 在万华的大街上走着 他那个地方应该不是万华 应该算是城中区 30多年前的西门町 当年辖区还不是万华 而是城中区的那个年代 一件惊天动地的命案发生了 那时候那一年刚好是我从日本刚回来 我在差不多四月中 四月左右回来 对 然后经过差不多不到半年嘛 差不多半年左右嘛 这个就发生了嘛 那时候一次杨博士去验 杨博士很有经验 他讲得很好 他一看他就知道说这个头割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应该是已经死了 没有说你血没有那么噴 他可能就有看来说 噴溅水就比较少 一般人把他把他扒下去 他会可能噴成这样 几乎整个墙壁都有 在国内来讲是所谓的 第一宗的这个所谓的 古董分屍案 开封街大旅社 属于当地的平价旅馆 对有休息或是重述需求的旅客 的确是个好选择 而这一天四十六岁的罗天丁 带着小他十多岁的女子 走进了旅社 桂台服务生没有多想 按照客人需求 给了他二楼107号房的钥匙 这是最里面的房间 大概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那个女的就提了一个纸袋 就离开 大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两人同进 但却没有同出 和罗天丁同行的这位女子 独自提着一个大纸包 和柜台人员说要去车站买票 就这么离开了 然后到了晚上也是大概七八点左右嘛 那个服务生想说这个已经晚上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 你如果说来休息的话时间也超过 那如果说你要过夜的话 那也是要登机的嘛 正当旅社柜台人员阿英觉得奇怪 打了通电话到107号房 想了好久也没有人接 阿英决定用不用钥匙开门查看 但一打开房门的景象 却让他放声尖叫 他就是头颅割掉而已 他没有穿衣服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他是用那个棉币 被他盖到差不多接近 这个胸部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好像用那个枕头 就是做一个好像一个人头一样 就是假装好像就一个人 就睡在那边一样就这样子 因为鱼色的 它是一个鱼色 它们里面的房间也都小小的 白色也都很简单 现场也没有什么打斗的迹象 就是说床铺上有 遗留以后那个就这样子 我认为杨博士看的应该是没有错 因为他有看到这个景色有虎蟲 然后又发现汇部有汇气蟲 他那个报告 金文报告写错 他就写会变黑不是变黑 智慧产生会气症 就是说他穿起来穿不起来 他就说气蟲变成一般 就走出来这对窒息死亡的现象 还有第三点就是 他够这个井的时候没有大喷 没碰到很厉害 所以不要去这一趟 应用茶要死 甚至已经死亡 因为心脏不会跳 还是说跳得很脆 所以怕不出海嘛 所以老 会老 没噴 让阿英彻底吓坏了 旅社形形色色的人 进进出出 来休息 南北跑 来住宿的旅客都不少见 但这下怎么就冒出个凶杀案 这个罗天丁又是何许人也 会是和谁结宠了吗 因为这个被害人 他之前也有去过这个开封旅社 他之前有去过 所以大概他们旅社的人员 大概也都稍微有点认识这些 原来46岁的罗天丁是水果中盘商 经营的有声有色 而且还是光顾开封旅社的常客 只是服务人员向警方表示 和他同行的女子 大多都不是同一人 而且这个被害人 他就住在隔壁洛阳街 就好像开封在洛阳嘛 对不对 他就住在隔壁一条街 所以他对这个开封旅社来讲的话 他也是满...就是满手 经常去 其实那一天他们到现场 有看到这个男孩子有射精 你就应该把那个经历留起来 然后留到现在也没有关系 再去验裡面的DNA 也有没有他人的DNA 因为他既然发生关系 一定要留下对方女孩子的DNA嘛 对不对 女孩子印到丧品线 一定会卡在经历裡面嘛 一定可以验出来 当时的柜台人员是48岁的阿英 他跟警方说是个157公分 皮肤白皙 穿着白上衣搭配窄裙 头发蓬蓬的女子 还有这一口密难遇口音 他会是罗天丁的女友吗 他大概在...住在南部嘛 他所谓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在所谓的我们男人来讲 这个吸引政府方面 可能他没有办法得到那个 所以他就可能就是 到外面去找一些病状女郎 或是找一些这个马杀基女郎 然后带到这个女生去发生关系 当年罗天丁的妻子在高雄工作 夫妻俩因此分隔两地 当时华庄市场的摊贩 还曾经向警方透露 罗天丁虽然沉默寡言 但桃花颇多的 命案发生前 他曾和朋友说要和年轻女生 来个东令进步 只是没想到这回 不仅连命都没了 还伸手一出 除了被害的人以外 还有其他的指纹 但是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 没有比对出来 那所以我们就认为可能 就是说可能是女孩子的指纹 林铁比是当年和杨日松法医 同期的指纹见识专家 在现场进行严密的搜证 依旧毫无所迫 究竟现场这个神秘女郎 会是谁 有会不会有共犯呢 她是一个女孩子 可以有办法对付一个男生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想 应该也就是说 她是不是给她吃一些 这个安眠药啊 那个什么什么 迷茫药 让她敷幕 现场不见的不只有头颅 还有罗天丁的现金三万多元 及三十万元的支票 也不一而非 让警方速度朝向劫财的方向正办 她既然有低调三万块 还有两张支票三十万 那你就要找这个支票 到底是谁去夜线的 她不可能拿了支票 不去夜线嘛 这个被害人可能是不是跟这个 这个凶手 可能交往一段时间 或是说有多次的印照记录嘛 对不对 那所以她就可能就说 认为说她应该 因为她是做那个水果的重盘账 想说她应该 应该很有钱 尤其罗天丁当时也特别爱在 马沙鸡店流连忘返 但后来也是有清查到一个 那个马沙鸡蜜蜜 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整体 工作的理由 一定有找到被害人的领带 可能我们也会把领带脱下来 可能就是说她走的时候忘了带 所以就求求留在哪里 这个马沙鸡女郎姓林 当时她紧张得不得了 但只有一条领带 可不能证明什么 最后排除她涉案 大概经过了十分以后 她这个头领是被丢在 好像是在那个水门水库下游 一个大汉溪的一个河床那边 那有一个钓鱼的人 她在钓鱼的时候 被忽然就发现怎么 会有一个头领 那其他衣服方面是 是不是没有找到 因为没有去找人这个头盔的时候 这个头盔有去掛一额 左手割了一刀 左额头就画一刀 所以有可能我认为 有可能勒臂 但是没有完全死的时候 她在割井的时候 那个人醒过来 她这么快的刀 再从头再撲一下 所以撲到这里 撲到左额 所以我常常在讲 要勒臂是一个人的 你的力量必须要对方的两倍 你一定要有那个刺激 就是说我要刺激 刺激就要要睡 要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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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要勒臂一个男的 真的你跟他这样 要睡得了 你这样子就刺激了 所以我认为凶手是男的 应该是没有错啦 这个应该 可能这个你的跟他是共犯 这个是一个重点 难道这一切 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 桃色陷阱吗 一个瘦小的女子 竟能砍下中年男子头颅 那一段时间啊 那个麻烦厅很多 那个理法厅都是做 所谓的黑水黑的麻烦 警方在当年曾在理法厅 清查到一名名姓女子 她的户籍地 恰巧看发现头颅的地点相符 警方前往探访 更发现她的前夫 恰巧在经营屠宰场 她说前妻时不时会回来帮忙 因此对于杀猪的技巧 的确有掌握 所以后来她们有找到 有一个灵性嫌疑女孩子嘛 对不对 她的先生是一个屠宰场工作的人嘛 所以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 但是为什么没有抓她 是因为你肌症不够嘛 你跟她说你... 你怎么不可能啊 我就不正 女孩子有办法把一个男生的头 把它割掉 那一定是就是说 跟她的这个职业有关系 那后来当然清洒结果 因为一方面我们... 我们刚刚提到现场的指纹 比对也不是她的 对不对 就是说她... 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直接证据 难道会是杀猪杀罐了 把人也当猪给剁了吗 但一切的一切都得讲求确切证据 是她有钱 有把钱借给人家 她一直要吹讨这个人的钱 这个人没有钱还他 把他杀了就不用还了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有争到人家的地盘 就是说我买... 这个水果 本来有一个人都给他买 结果现在都来帮我买嘛 所以这人就没贪 他就去摩托牌 你如果死他就回来帮我买 就是利益的纠葛 这两点是最标准的 当然还有一点意思是说 是不是一天借钱不幸 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可能 因为你借钱不幸 他不用帮你帮 他帮你帮他不太多了 所以没意思 只可惜当时现场采集到的相关机证 对案情的影响实在不大 这个神秘女郎的身份究竟是谁 至今三十多个年头过去 台湾首宗无头是命案 找到凶手的几率似乎也更 维护起 台湾大事不成半会计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 您的家庭是有的最值得鼓励跟支持 不成半会计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 神明济世都会自己去找代言人 有时候一找可能就是好几百年 我们要带你看这一段济公鸡生的故事 这位主角他叫做吴敬天 据说神明找他真的找了好久好久 而且还是他的太太跟着济商团 到大陆的济公祖庙去拜拜 才发现原来济公师傅 一直都在找他 一开始这个吴敬天 他很TK 根本不当一回事 直到这天晚上 吴敬天梦到济公师傅就跟他说 你是我身上一颗菌来转世 这个梦境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不只这样 虽然后来吴敬天 他成为了济公代言人 不过也因为他的TK 有一次就直移济公 突然 整个人他的身体是僵硬的 而且动弹不得 难道说这是神明的惩罚吗 闻人当中进入到廟 後七人后 是怎么说 三年后 开始借水 对 好像叫死掉那样 不过是信箱拜拜 怎么莫名其妙被抓机 原来一切来自冥冥之中 不过是代表人家 你是不是不可以避免人做錢的事 不过是 1 2 3 2 3 2 一句助人何樂而不為 從此開啟她與神同行 也是接受挑戰的開始 Yes 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的眼睛都會出聲音 都會有聲音出來 她就覺得說好像有人在行屋裡面 一直都有聲音出來 那是什麼聲音 就是一直出聲音 一直出聲音 然後你又聽不懂她在講什麼 你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你會覺得她怪怪 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她本身這個人怪怪 你就會覺得說她是去膝蓋 怎麼會莫名變了不要 因為她跟先生出去 出去 因為他們廟回來就不舒服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 身體出現異狀 不尋常的聲音 莫名從喉嚨發出 她自己講的是 就是好像她的身上有一個太子 在附身 然後需要她去做什麼 做什麼做什麼 無助的她 求醫也求神 給她一些金錢 什麼這樣給她 之後就有辦法送她走這樣 最後索性圓滿落幕 產生十三年的困擾 在技工的幫忙之下 終於獲得解脫 不過身為神明代言人的無盡貼 鐵齒的個性依舊不改 她對這種無法科學解釋的行為 產生懷疑 就在退嫁的某一天 她告訴信仲 她到底有能力來製作幫助 世間的人沒有 否則別擔心 一旁的信仲 嚇了好大一跳 她怎麼會這麼說話 沒有想到這個瞬間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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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應該叫她師父出發 亂說話 這下該怎麼辦才好 就是我們 放一個室內 把我們叫我們太太 我們宮主點餐一下 說我突然去後來不敢 這說什麼 我們既嫁比較不會騷 不然要請你來完成 不必讓既嫁不要再這麼辛苦 在拜完之後 這個時候 這個就被騙了 這個請 自此之後 她不敢再質疑 乖乖替神明服務 為信仲祭世 你不要給我祥祥祖祢 祭公為信仲服務 但這裡的主神 其實是吳府千歲 也就是吳三王爺 至尊神像 是麻豆代天府請回來的分靈 當初都是家中長輩 供奉祭拜 就在某一次禁鄉過程中 一個意外就此發生 就是你不經過 生活 只是說當時來找你 怎麼怎麼樣 都沒有 就是忽然感 這樣 這個就讓你跳起來這樣 無語錦的降價 注定無禁貼 就是要吃神明飯 經歷六年的迅姬 到開宮廟 彷彿一切都是冥冥之中 三十幾年前 有一天晚上他先來找我 他說一句話 北部寺你這麼大 你無語錦 你這個行你做不到 你是冥冥在那裡做人的 年少的他曾經生透家人的心 神明的提醒 讓他決定離開是非之地 回到家鄉雲林 也意外開啟了 他跟神佛之間的連結 而家中長輩 在王爺的庇佑之下 躲過了一場劫難 我公公早上去菜市場買魚嘛 然後那個魚就跳下來 然後就用到腳 聽起來 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動作 結果竟然 下午的時候就發燒了 想說去診所打個抗生素 也沒有效 然後就轉去大醫院 然後大醫院就想說 可能要截肢了 告訴他說這個是佛孟姓組織炎 沒聽錯吧 不過是魚 打豆酒 怎麼變成這樣 那時候很流行海牙服劇 只要刺到魚的人 就大部分都過網 醫生請家屬要有心理準備 他難過的請求神明幫幫忙 就開了三張福利給他 吃一吃 洗一洗 然後他後來就醒了 但很奇怪的是 醒的時候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他去地府有一回回來這樣子 到底怎麼一回事 就是王爺帶他下去地府 然後他就看到地府的人穿古裝 古裝好像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在那邊生活 然後聽到好像有人在叫他 說你怎麼在這邊趕快回家 然後他後來他又醒了 真的是神明救命嗎 他是說他命不該絕 他會盡量幫忙 因為老弟子很誠心 跟他拜拜 好 搞笑 神明顯神機在當地漸漸傳開 信眾也越來越多 就在那一天晚上 神明想改妙嗎 無盡貼沒放在心上 但很巧的是 神明自己找地方建廟 胡敬天後來盡力地完成這項任務 不過這裡的主公是吳三輔千歲 他怎麼會成為技工的代言人 原來跟前世有關係 快點 老大叔 他打高地 我是他一塊來轉世 這是誰說的 真的假的 你夢境 他也真的帶我去看我的情勢 我的情勢 就是坐在桌上一身骨頭 據說為了找吳敬天 濟工禪師找了他好幾百年 怎麼一回事 三叔在那幾年起家 他每個人太太說 他找我已經找兩百幾年 叫我一定要去叫 吳敬天後來親自跑了一趟中國祖廟 看看他跟濟工禪師 還真有幾分相似 竹工抓姬 濟工跟太子遜姬 過程中他一度出現抗拒 自己心肝是說 我扣起來很不容易 我每一天來搏家自己這樣 我怎麼小的呢 管會小管 只能用你做做叫做 但最終他還是克服自己的鐵齒 還有想法成為了神明代言人 一如濟工禪師說的 幫助世間人很多事情 你何樂而不為呢 占卜算命的方式 真的是霸霸就 之前我們有帶你看過 有人用象棋 他精準的算出 一個月之內的運勢高低 不過今天我們帶你看這一位老師 據說他可以透過一顆一顆的棋子 能夠論斷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而且八九不離十 真有這麼神嗎 今天講到這一套 象棋的占卜密法 這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神明 親自在夢裡面來指導 而且傳授這通天本禮的神明 還不只一位喔 他們到底是誰 又為什麼要指點凡人算命呢 就是都還沒有說到什麼 他才翻出來而已喔 真的就真的很準 他只要看掛像 他就可以完整地說出來 你的個性跟你經歷過什麼事情 我覺得很神奇 論事是一盤一盤 論命是整盤 他可以追出你一生的命照啊 然後你幾歲會發生什麼事 他都有固定的方法 不過是民間常見的象棋占卜 有這麼神奇嗎 妹妹你不要愛讀博 或是玩一些博藝方面 其實沒有 你十讀九書啊 懂嗎 然後你的人盤又有象 你的婚姻感情功 確實真的比較不好 講話直白不囉嗦 卻總是能一語中地 占卜師的一字一句 都讓這一位 初來乍到問世的女孩 感到一陣錯愕 我剛剛只有坐下來 然後我就是退那個期 我也什麼都沒有講 老師也沒有問我的名字 然後也沒有跟我要出生的月日 他就知道我屬季 然後包括他知道我媽媽 今年過年前出了一個很嚴重的車禍 我剛剛就嚇到了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老師看起就直接講 而且是講說撞到頭很嚴重 我媽媽身體也不太好 那也動過什麼刀 我根本也不認識她 她馬上也算得出來 不只本人 就連親人的運勢都能了弱指掌 拼的就是眼前的將士像狙馬炮 這未免太不可思議 像我們的象棋裡面的馬 就是寵物動物 寵物動物 所以牠一定相當疼愛寵物動物 對 也許牠會說牠搞不好 也是也是動物或貓 妳有沒有覺得 對 貓奴 就這樣 牠想要什麼我一定要買 對 而且妳算滿節儉 可是妳對媽媽跟寵物動物 妳都很捨得話 對 自己很節儉 對 黑色就是先天掛 紅色是後天掛 然後先天掛裡面又分父母 兄弟姐妹 妳的工作 妳的愛情 妳的感情 牠都分得很仔細 妹妹的格局天生人盤 牠有外出海外 以這個盤來看 不是美國就是英國 妳之前在哪裡 美國 對 非常準 連我出國都知道 出國幾年 什麼時候出國 什麼時候回來 他都知道 其實象棋 是磁場能量學 比如你運勢差 他來可能全飯都是黑 運勢很好 他可能都是紅 他用紅跟黑 就是陰陽來做一個比對 對 關於象棋占卜的奧秘 這位陳老師點到為止 只說方法五花八門 變幻無窮 是他精心鑽研了十多年 累積出來的智慧結晶 更選的是傳授他法門的 故事凡人 我當年是在那邊幫客人解惑 這是一個起源地 然後菩薩我們剛好來 今年是第十年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菩薩 是來自於鹿港龍山寺 也是我的老師 怎麼觀世音菩薩 不只救苦救難 還會指導象棋占卜 說來真離奇 到底怎麼回事 原因就是我當年生意失敗 那時候最窮的時候 真的連一碗泡麵都買不起 然後到那個龍山寺去參拜 菩薩給我一點感應 然後回來之後在夢境中 他就推象棋給我看 陳老師說 這檔事就是這麼的玄 自從那一次偶遇 菩薩總是會出現在他的夢裡 傳授他象棋占卜之法 神桌另一側還供奉了一尊孔明 難道這一切也與他有關嗎 孔明先生也是我的恩師 因為他號稱神基廟算嘛 然後有個基員到南投於此去 他就說叫我把他請回來 當時我的經濟真的很不允許啊 也是很多好朋友幫忙資助 才有這個小佛堂 據說象棋占卜 就是由諸葛孔明研發而來 至於觀世音菩薩怎麼也會 還收起了關門弟子 確實不可靠 關於神基 陳老師很低調 只說這兩尊神明 確實讓他在窮困潦倒時 一氣間開竅 早期是要在神明面前 因為那時候功力還不夠啊 必須藉由神佛的智慧啊 加持才有辦法算啊 可是經過了十年之後 我就自己用一個工作室 一樣還是可以算 靠著替人占卜算命 也改變了人生的軌跡 陳老師說 這是菩薩要他傳承的 祭世使命 替雲眾生指點迷津 老師第一次他就看到我 他就說這位小帥哥 之前我們都沒有服務過你 他就在手上寫下了 就是我的年次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大家說 大家猜猜看這個同學 他是幾年次的 那老師就直接把他的手給大家看 上面又寫了我的生肖 羊 奇怪 占卜算命的媒介 不是象棋嗎 怎麼在沒有象棋的情況之下 就能精準命中生肖 據說這也是陳老師的另一項本事 有來找老師的時候都知道 老師會在旁邊寫神秘的粉紅色紙條 他通常都會先寫好 然後等他問你 你說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把答案丟給你看 就是跟一般我們傳統知道說 算命什麼都是在討你的位 老師不是 就像這個樣子 在每一個人翻象棋論命之前 陳老師都會拿出一張紙條 寫下他的來意 或者是個人隱私 通常答案都會八九不離十 真的嗎 這位女性土的老公 就是活生生的見證 進來也是摸象棋 然後老師就 他問說 你們今天要問什麼事 然後我老公就說 他想要問一塊土地 老師就拿出了一個粉紅色紙條 上面就寫土地兩個字 還沒開口就知道 要問土地買賣的事 陳老師的紙條 把女性土老公給下了一條 我們禮拜天有約了一組客人 已經說好五百二十萬要買賣了 那老實說 這不行 一定不行 那買方會反悔 不會買 然後我老公心裡就會想說 怎麼可能 都已經約好 而且對方是親戚 已經躺好的土地買賣 憑什麼說會失敗 平民城老師就是講的斬釘截鐵 他說而且一年之後 你這塊土地會賣更高的價錢 然後我老公說 更高的價錢 還是多少 老師就拿了另外一張粉紅色紙條出來 就寫一個八百萬 怎麼可能 女性土跟老公都不相信 出售了鴨子會飛了 偏偏就是由不得他們提提 禮拜六晚上果真 我婆婆就接到那個親戚打來說 他們不買了 然後我老公心裡就嚇了一跳 老師說的第一件事已經應驗了 更不可思議的還在後頭 一年之後呢 果然賣出去的價格是八百萬 八百萬這個數字 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至今都是個謎 陳老師指說 這也是神明教他的祕法 只能意會 不能言傳 但是無論如何 就算補掛再怎麼準 也只是人生抉擇的參考指標之一 凡事草職在擠 千萬不要過度迷信 每年的農曆三月份 全台灣開始掀起了 媽祖繞地的熱潮 全台灣有上百萬人 跟隨媽祖的腳步 他們一起競相祈福 其中要特別帶您看到的是 白沙屯媽祖 每年禁鄉的路線充滿未知數 媽祖的神教會帶領信眾往前 下一段路程要往哪邊走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有人就形容整個禁鄉的活動 就像是一場驚奇之旅 不過說到了白沙屯媽祖 其實這是一座 具有百年歷史的廟宇 而也傳出當初這尊媽祖的神像 其實只是奉奉在祖祖的家中 但是後來敗著敗著 信眾越來越多了 當地的居民 開始想要集資來蓋廟 傳出有一位成姓地主 他就捐出了三百名的土地 要提供給當地來蓋媽祖廟 不過他可不是當地的有錢人家 原來在這背後有一段故事 這一天白沙屯的媽祖軟教 來到彰化蒲岩湘的好修薄小田假 吸引了將近一萬名的信眾 想來嫩叫喀祈福過運 透過空拍的畫面 可以看到學校的操場 出現三圈以上的人籠 不要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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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排隊等著嫩牛咖的人實在太多 現場推擠和插隊等等狀況不斷 甚至有高齡的帳輩因此跌倒 或許是白沙屯媽祖看見不守秩序的人 越來越多 最後乾脆甩轎走人 讓現場的信徒的直呼超有個性 以人性化的角度來看 他不高興轉頭就走 這也是有可能的 白沙屯這個媽祖 他的神器他比較特別 因為他出巡的方式並沒有一定 他不是像事先規劃好的路徑 那他去加持或是不加持 或是沒有機會讓信眾接觸到 都是他自己的意思 說到白沙屯媽祖 突然不給亂丟咖的事蹟 不得不提到2016年這個經典畫面 2016年發生的這一件事情 一樣是媽祖出巡到了衛家前面 那當然衛家已經準備了很多線畫素過 甚至他們已經常跪在前面等很久 原本白沙屯媽祖的軟轎 停在距離衛家兄弟大約10公尺的地方 突然又往後退 這個時候衛家兄弟曾跪姿變成五體投地 趴在地上 好像等著準備軟轎經過兩軟轎 終於軟轎開始前進了 不過這軟轎 卻是直接和衛家兩兄弟擦身而過 這也是媽祖教育的一部分 我就是讓你明明白白知道 我不會過去你那裡 那你對於你現在的事情 你自己要有所反省 巧合的事兩天之後 鼎心三棟兼衛權前董事長威英崇 被指控指示威權混列職游案 遭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讓不少民眾直呼好神奇 像這種臨時抱佛腳的事情 像媽祖也是不理他 那冥冥之中老天爺自有安排 所謂心辰則靈 臨時抱佛腳如何得到媽祖的庇佑呢 不過說到白沙屯媽祖 這座具有百年歷史的廟宇 最早媽祖神像放置在爐主家中 沒有禮拜的殿堂 白沙屯居民於是集資蓋廟 建立白沙屯共天公 也成為當地的信仰中心 不過這一塊蓋廟的地 據說是一位陳姓地主所捐獻 相傳在乾隆年間 乾隆年間地方人士 他共奉這一陣媽祖 那時候乾隆年間就有了 那延伸到青銅日兩年 等於1863年 那個時候在地方上 也是相傳一個現成的 就是地主啊 他捐獻300坪的土地 一口氣捐出300坪的土地 讓媽祖娘娘蓋鬧的地主陳家 並非當地的富豪 那他究竟是什麼來歷 相傳陳家的先祖陳朝和 原本是福建的泉州人 因為生活困苦 常常和郭姓妻子爆發口叫 那因為夫妻爭吵 結果這個郭媽居然自意身亡了 那郭家就對這件事情很不諒解 就下令說 到時候郭媽下葬的時候 就要陳朝和他們一起來陪葬 郭媽以最激烈的手段 表達對丈夫的不滿 陳朝和痛失妻子卻也無可奈何 嚴嚇她最害怕的 就是自己和兩名幼子 會被郭家人活埋葬 於是陳朝和帶著兩名年幼的兒子 逃來台灣 但是當時他們身無分文 怎麼活下去都不知道 這個陳朝和也去擔任 所謂的人家那種 那種石戶的那種所謂的長工 那石戶就是在這個海邊 他用那個石頭去圍成個圓形的 然後這個海水漲潮之後 那個魚啊水都會到這個石戶裡面來 然後他一退炒之後 水一退掉那個魚就會在裡面 所以這個石戶就是來抓魚的 陳朝和擔任石戶工人 只能賺取微薄的薪資 養活一家三口 別說發大財買田買地 就連存下一丁點錢都有困難 那麼陳朝和擁有的土地 究竟怎麼來的 在一次海水非常大 一波浪很大的時候 就叫他要去看館 因為那一次很奇怪就是說 該退炒沒有退 然後呢 那他當年要產工就要去巡視了 結果去巡視之後 結果發現在這個石戶裡面 居然有兩個木箱子 木箱子它打開之後裡面來講 兩大箱裡面全部都是黃金 傳說這兩隻裝滿金銀珠寶的木箱 可能是海盜渡海的時候 發生船難而遺留下來的 隨後跟著海水漲潮 被衝入石戶當中 就這麼幸運讓陳朝和發現 使他一夜之間 從石戶工人搖身一變 成為富甲一方的巨富 因為陳朝和他本身 就是說在大陸他並不是望主 那來到台灣之後 他其實非常的勤勞刻苦 那既然有錢之後 他就很重視下一代的教育 所以在未來 他的這個部分來講當然就很 這個人家講到他的後代子孫 就能夠在這個官位上 或者在這個整個商界上 都能夠相當不錯的發展 陳家致富之後 開墾了許多的土地 面積多達100多價 前逢年間陳朝和家族後裔 捐獻了土地300平 對方人士集資 籌見透過楚廟宇 之後慢慢演變成 今日破具規模的白沙屯拱天宮 建廟之後 當然也有所謂的淨香活動 廟方說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媽祖橫渡濁水溪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媽祖西樓橋 他不經過西樓大橋上面 他特別把那個神教 就一直往濁水溪方向 就下去 有橋不走 有路不過 媽祖為什麼選擇冒險橫渡濁水溪 這一票的神教班和信眾 各個都是凡人 並無神力 他們又該如何涉水而過 結果在茫茫中 媽祖神教就開始在選擇 要通過的水道 那當初排回了一次一次 媽祖就是突然間 潛到這個點 就這樣子的撩過去 當初我身高是171 當我撩過的時候 那個水聲剛好在我們的腰部 大批信眾有驚無險通過濁水溪 正當向喘口氣壓壓驚的時候 沒想到媽祖的軟腳開始直徑 往溪邊的宮寮直衝而去 一對夫妻就帶了兩個小孩子 問一下說你怎麼在這邊 搭這個公寮 結果他說是跟家長 意見有一點點不和 以孝順出名的媽祖娘娘 難道是看不慣年輕人跟父母不和 就鬧脾氣離家出走 於是要勸這一對夫妻趕快返家 向長輩低頭認出嗎 正當大夥兒一頭污水時 廟方人員請示媽祖後 得到這樣的解答 是不是在端午節以前 你人員一定要撤走 結果媽祖就是這樣子 還是想請教 請教表示就是 他來這邊的意思這樣子 媽祖事宜完之後 立刻又踏上了景象的路途 究竟這對夫妻是否能參透 媽祖想說的話 結果端午節過後 兩個小糧狗 趁著來參拜 他感謝媽祖神偉 就是去給他指點 剛好端午節下大雨 上游的水 他的瓜榮 還有公寮 全部都創過 神明是指點友誼人 這一對夫妻跟兩個小孩子 說命不該解 而媽祖顯神威不止這一樁 有一次這個媽祖在初詢的時候 他旁邊有一個女的姓重 是在旁邊敲鑼的 其實他是白茶輪 然後應該是被人家放浮 去跟著近鄉的時候 可能在路上就有發現異狀 然後人家就那個家庭就很緊張 後來就找我主婦 然後突然說 對 那個是被人家動手講 女信徒跟隨媽祖娘娘出巡 卻頻頻昏倒 到底怎麼回事 畫符咒那個 比如說大半仙或小半仙 這一類的這個人 然後下符咒 難道有人故意衝著媽祖而來 想看看媽祖是否真的聲通廣大 才這麼大膽 在媽祖聖家前下符催命 符仔越吹越重 下符咒的那個力道是越來越重 那個符咒的力量給他吹得越擠 下符咒的那個把它收服 馬祖回了那一天的話 那個信徒 女信徒到媽祖廟前面 然後媽祖回來的時候 各地的我們在地的這些神教 基童都會來迎接媽祖 所以祖道長就是限定那一天 要去收服這個 所以後來我們聽說 也是媽祖進廟以後 然後就在廟口 把那個下符咒的那個把它收服 原來邪門歪道 為了增加死中的信徒 利用學來的法術 施法控制信眾的行動 要他們來就來去就去 如果不聽從指令 隨時小命不保 索性最後媽祖顯神威 救了這名女信徒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透過鏡頭 帶您看到這一段 玄奇的故事 據說這位神明代言人 神明找他好久好久 有上百年之久 而在這當中 還有一段玄奇的故事 一開始替起 直到濟公師傅出現在夢中 跟他說他是身上的一袋骨 後來他也走上了這一段 與神同行之路 台灣大事 五湯八月 我是張雨昕 每週日晚間九點 我們準時相會 台灣大事 五湯八月 各位好 我是俊項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 來看全台灣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長期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八月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